跟群聚案让双北市都绷紧神经 台北市长柯文哲喊话 认为幼儿园群聚感染 和长荣机师返台确诊 时间接近 恐怕不能排除幼儿园确诊者 染上Delta的可能性 至于先前 中央为了长荣机师感染Delta病毒 发出了110万则简讯 柯批夫人陈佩琪 则在脸书开窍 指挥官陈始忠搞得人心惶惶 还痛批累死医护跟吓坏百姓 也不关她的事 柯文哲抛出警示 预防Delta病毒入侵台湾 新北幼儿园爆发群聚感染 就连北市都有学童有相关足迹 柯批还原危机处理当下 立刻下令三间学校进行预防性停课 更喊话让人担心源头在哪里 质疑新北幼儿园群聚案 和长荣机师返台确诊 时间接近 恐怕不能排除幼儿园确诊者 染上Delta的可能性 90%的新增感染力都是Delta病毒 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全新的病毒 因为它的传染力 致病力跟以前的都大不相同 那请问一下台北市要怎么处理 不要只讲一个猜测让市民恐慌 因为市长你不是算命的 北市议员反逼市府别下民众 先前中央为了防堵长荣机师群聚案 狂发110万笔细胞简讯 客问哲夫人陈佩琪 脸书开呛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说百万简讯搞得人心惶惶 有些人做事心态就是这样 有通知道你就好 后续没他责任 急诊被塞爆 累死医护 吓坏百姓都不关他的事 更质疑疫苗混打 如果及早开放 是否比较不会有突破性感染 甚至机师也能有较佳保护力 这两个人酸言酸语 要不就是炮打中央 搞自己的政治声量 完全没有考虑到防疫 丢塔怡云笼罩双倍 柯文哲夫妻脸书 同一天发文 却先跟蓝绿议员隔空交火 介绍杨高梓瑶台湖岛